下一套 這一套看了監督說聲優的東西之後 我才有興趣想看 就是他找這個主角金元獸子 做這個馬利亞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聽出來的感覺的聲音 夠處女 這個是一個很抽象的字眼 我明白 即是怎樣? 他就說聲夠處女 即是聲音是很有處女的感覺 這樣不行的 你這樣說任何配Aero Game的女角都可以 因為一定有這些情節 不是 那他監督是有要求的 我們接著要說的就叫做純潔之馬利亞 這套東西監督就找金元獸子 我們剛才說的原因就是 他覺得金元獸子的聲音 是好像有處女的感覺 這個感覺等同於我們經常說 你聽到他的聲音很有初戀的感覺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錯了 初戀一定是處女 你弄錯了 只說那個形式而已 我是真的不知道 什麼叫做處女的感覺 即是你說性格 或者由他的行為舉止 覺得他是處女 和聲音怎樣是處女 其實這個真的很抽象 其實那個監督會不會是羅里熊 問題在於就是 其實我是很想清楚清楚清楚知道 就是 何謂一把處女的聲音 這個如果你研究到的話 應該是一個 兩性關係之中的突破 一個科學角度 去驗證就是究竟一個女 或者一個男 他是不是處女 前提你這個設定已經是錯了 他是一個感性的出發出來的評論 其實不是的 來一個生理學的角度去講 如果你經過這個子宮抽搐 放出來的賀爾蒙 如果怎樣再經過血流量 怎樣可以影響到聲帶 那個厚度 那些問題 是可以有分別的 但是基於你個人 每個人的聲帶不同 其實那個分別應該可以忽略的 即是就不會那些什麼 猜包剪拔都可以 做論文那些 是中國才會做的 我們講完這個 我其實極度懷疑 極度懷疑 只是監督想 講一些色情笑話 去搞氣氛的 我只是看了Twitter 他講這句才看得到 我也是看了這句 然後我們聽到 他說 何謂處女的聲音 我突然之間又很有興趣 你講了三分鐘處女了 是 我明白的 你明白動物一集都會講 瑪莉亞 這個好像聖母說 那樣純潔的處女 她是魔女 不是因為這樣說 他這套裡面 他用回中世紀裡面 對魔女的基本印象 魔女通常都是荒淫的 異教徒 異教徒 是不可能 你是一個魔女 同時又是一個儲女 這件事 在他的角度來說 是不存在的 即是那些日文遊戲 最喜歡寫什麼 淫墮的 就是那些字 有淫墮 自然有墮落 那就是這個 中世紀的概念 即是一個 一個eco的等號 對他們來說 魔女 就是等於是一個淫當 和是一個對等的詞語 其實他是跟宗教上對立 即是 聖母是處女 所以他總之要破處 聖母是神聖的 那那邊就是下戰 總之這就是天使和惡魔的例子 其實是一個 大家都有譯的 好像有個rap 那樣 瑪莉亞這個魔女 非常之討厭戰爭 只要在她面前有戰爭 或者是有人說 想她阻止戰爭 她就會好像天人一樣 就會無力介入那場戰爭 她無力介入的方式 典型在這套東西 她用魔女 其實我們看頭兩集裡見到 魔女典型阻止戰爭的方法 就是派夢魔去把上戰場的男人 插槓插席 讓他們沒有體力去戰鬥 你這樣講 就變成白人斬少女 他就不是插槓所有戰場的男人 他是插槓所有的男性指揮官 不過 不過士兵也有 他說明士兵也有 所以下爬燒也痛了 基佬就不算 不是一個指揮官 你不要說這個問題 慣用的手法就是什麼 在上戰場男人的體力 令到他們不能夠在戰場 已經再沒有體力戰鬥 因為已經搞到就是 無奴七傷了 日文有句 再起不能 兩種意思 你又起不到身 你又再起不能 所以下爬就很累了 其他大部分全部的魔女 在我們第二集裡見到 他們基本上 就不會直接介入戰爭 他們主要的工作 就是派夢魔 去對付戰場上的所有男性 就是他們想阻止戰爭的目標 留意 他說這個是法國魔女的做法 裡面有個英國魔女說 這些東西當然自己是品嘗的 還有些魔女 站在船上看 沒有失手 你是喜歡單拖 還是你是喜歡 裙屁 差不多了 其實他的意思也是這樣說 沒有 不過我們的主角 馬利亞就是不會做這些 因為馬利亞 馬利亞在一個作品裡 她就是一個儲女的魔女 在魔女的角度來說 她是跟聖母 處女產子 是沒有分別的存在 對 她只有兩件事沒有魔 都產了 她除了說馬利亞的角度 或者是一些村民的角度 去看就是戰爭 其實你看到很多村民其實是什麼 是愛於宗教上的勢力 他們不敢去表明說 我很感謝馬利亞這位魔女 就是阻止了戰爭發生 但其實他們的內心是覺得 唉真的好 讓你這樣搞一搞 我們又不用打仗了 我們又可以和平過生活了 而宗教上覺得就是 他們一定要定義 敵我分明 總之魔女就是邪惡的 總之出現了什麼 好事就是 天傳 永妖歸於天父 對 有什麼難受魔女 那些就是奧比斯 在北韓醫好盲眼之後 你開眼之後 然後就說 多謝金正恩大臣 那些 醫生站在你面前 就是完全是那些feel 我覺得有幾個位置 其實他是做得 想像中是突然之間這麼仔細 例如呢 在戰爭上就是 見到行軍的時候 他們那些裝備 就是自己自組裝備 有些是籌備自己的軍備 其實他這裡其實是有 略略提到 就是我是tricky的 這個位其實是 因為上季魔魔彈之王 完全沒有說這些 魔彈之王就算了 魔彈之王就算了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用魔彈之王 比較有些奇怪 因為魔彈之王 他沒有說過 他的制度是武兵制 還是精兵制 我這樣說 他會很細緻 因為可能這樣說 在一個質寫上 或者是主要角度描寫上 這一套作品其實 是寫著軍內士兵本身的角度 即是你甚至看到的 其實我們看到的大將的事點是 太爽了 這樣的角度 我們看到他在帳篷裡面的角度 我們是完全看不到 他是在戰場上的角度 他究竟做了些什麼 他不能做 因為已經被人搞定了 他當然是上到戰場 他只是叫個名字 很有趣的 你看到就是 他在頭兩集裡面 簡單來說 有一個農夫被徵召 因為沒有交稅 他要被徵召 買那些叫免疫銀 即是不用去打仗 即是稅 即是你給了錢 你不用去 你沒有給錢 不是的 那個是免被徵召的稅 即是他父親就沒有給這個稅 被迫他就要去復役 打仗 徵召的時候 而另外的 全靈兵 他的角度應該是自願參與的 他好像不是自願的 他有說自願的嗎 他說他本身也是在農莊做事 他也是被徵召 他應該是代表地主 但他比較高級 應該是 這裡應該是 另外的 還有就是僱傭兵 我們見到就是 就是為錢而上戰場 就是那班人不上戰場 給了錢 就請那些兵 當然他這裏沒有直接這樣說 但你理解的話 就知道 就是這一班人 有一種就是 好像剛才有馬所說的 就是剛才給了錢那班 那些夠錢 就是去了請另外一些的僱傭兵 去上戰場 還有一些就是 我自願參與 他是為了在戰場上 獲得更加多的酬勞 而去參戰 而我們看下去 他應該是屬於後者那種 那在戰場上 你會看到就是 裝備 就是他們說 哇你這身裝備這麼棒 黃恨 黃恨 咦 有四星級數 我這件龍夫 裝得一星 在戰陣方面 其實就沒什麼特別 不過你說英國那邊 就是很明顯 是長弓兵 那班全部都是 那不是很合理 英國是以那個著名 而另外的 你會看到就是 反而你另外就是 在戰場上那裡 有一個特色 他的裝備的運用 尤其是 那位僱傭兵 你會看到 真的有用 我俗稱叫小盾牌的裝備 那種是真的 為貨盾擊 而去使用的裝備 我會看到 他真的這樣 不是你只拿著大盾 然後衝啊 然後兩班人在那裡 互相用一些槍 你也看到就是 在戰陣上 放戰之後 就是舉目陣 再加這個槍兵 長槍 去封殺敵人的突擊 咦?tricky啊 覺得不應該 在這套作品 看到的細緯 為什麼會在這套作品出現呢 如果大家 由看電影的角度 可以去想回 那個什麼 戰狼三八啊 或者現在做的那套 魔界那套 不知道怎麼數到 有五軍的五軍之戰 那會有一個對比的 就是那些大盾 和小盾的關係 那這些是 羅馬方陣的問題 那你要看到就是這裡 那當然 馬里亞 就作為 她的討厭戰爭 和 很明顯就是 她很介意她身邊的人 被捲入戰爭裡面 那一次的大戰裡面 她就 親身自己介入了 那場戰爭裡面 作為第三方勢力 武力震撼 不過其實你說 阻止戰爭那樣東西 當然 現在還沒說到 那個原因是什麼 但是 他不喜歡 沒有的 一我不喜歡 二超文有求 不 因為這一個 如果純粹只是馬里亞一個 那真的 但其他魔女同時間 都是在做這個工作 沒錯 其他魔女 可能是幫自己 攻擊彈 魔女是收錢做事 也可能是 我幫英格蘭打 不一定是中立 這個就不肯定 其實和菇傭兵差不多 對他的角度來說 就是 天堂的 天使 但他的概念很有趣 你看到 他會有大天使 但問題 他又會有 不歐傳說的戰女神 其實他不是一個 神政 你可以說 羅馬天主教 做背景 做神聖那邊 沒錯 他有點像 如果你有看歐美的奇幻小說 其實他們很喜歡 把所有的神話體混在一起 我覺得他是屬於這一種的 每一個勢力 都會 宗教會根據他的勢力 而令到 對上所信仰的神的力量 或者是他們可以涉及的範圍有多遠 即是 又有就師 又有奧丁 你可能天父和奧丁 是會打牌的 其實有幾個 或者他們是 聖歌轉 他們是會有 聖歌轉 他們是會有 拗叫 類似的東西 這些是歐美 傳統的奇幻小說 是很喜歡這樣 融入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甚至之後 我們現在看到的代表就是 這個大天使 熱世傑 某程度而言 他是接受魔女間接性地 去影響這個世界 但他是不期待 魔女是直接 用他的力量去干預 這個人類的戰爭 即是他做得過火了 你記得魔女是在暗處做的 只有一個出來 掉一條狼 沒有 大天使的理由就是 你能幫到這邊 你能幫到多少個 其實這個理論 其實很奇怪 由一個大天使說 這樣的話 那天主是不值得信的 應該不用幫 他有這麼多人 你錯了 他是公平地對待任何一個人 例如不管你們 公平地不管你們 他是什麼呢 他是Discovery Channel 那種的 個案就是 我們是不可以打亂 大自然的平衡 對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簡單依然就是 什麼 我要你來做什麼 如果你不做事的話 我的責任就是看 那 我是不需要供奉你的 即是他那個立論就是 他講到就是 沒有的 我是很高權力的 那些人都是很信任我的 但是說 我是不做事的 即是我的工作就是 他做事就是 清理那些突然間 彈出這些突然的勢力 他就好像瑪利亞這些 突然衝出來的 他要平衡這個世界的勢力 是一個和平的勢力 就知道大家 有戰爭 有高低 但是平均的是要 你這樣就是短空我 但是 我也是這樣 OK OK 但是 他這裡的case就是 其實就是叫做什麼 這個世界應該是 用回他們自己本身的力量 你們有爭執 你們自己搞定它 人類的方法 你們自己搞定它 不要用一些超自然的力量 去搞亂這個大自然的平衡 即是代表那隻老虎吃綿羊 你人類看就算了 不要出手了 這隻獅子 那當然 另外一個其實是挺有趣的 其實是他們說夢魔那邊的事件 就是 男女的問題 即是說 其實他算是看得透 其實這件事 因為大部分的男性 當然是供應這個女性的夢魔 文官我們歷史上 我們都知道 就是在中世紀 就已經是有很多同性戀的發生 都不知道中世紀 之前都有 即是教士利用他們的權力 部份的教士 說好一點 好 部份的教士 這裏我當你 不是 沒錯 所以他要製造一隻男性的夢魔出來 去解決這個市場的需要 對 有供應有需求 要很合理 其實都挺忙的 你要明白 就是我們還有所謂的手臂範圍 你也看到他這裏有說 就是 老女人我不喜歡 老女人我不喜歡 不知道 或者其他地方 英國是用貓 可能是 不知道 不知道 發覺一發覺的魔女 我不知道 這裏我又不太懂 不知道 你會看到 劇情是挺有趣的 有很多奇怪的觀點 不 他有趣 又說得細緻 歷史性不算很重 你也不會因為看不明白 而這套作品理解不了 對 他會把一些設定搞到對白面 對 很簡單 就像剛才我們說的 小盾牌也好 裝備 其實你當作是一個角色素造的元素 如果你知道的話 或者是知道中世紀的一些小制度架構 甚至你對英法戰爭沒有一個理解 或者認知都可以 因為其實他裏面 譬如說到一些專有名詞 譬如說 Christianity 這些 或者一個皇帝 他裏面只提過一次 頭兩集 英國那邊是亨利 他很少去用這些 term 所以大家不需要對於歷史 有一個很足夠的了解 都可以看得明白 我也是這樣說 其實他最主要就是 他用平民的角度去描述 所以其實裏面說很多 你說是勢力或者官僚之間的角力 權力的救贈應該是沒有那麼多 但是之後可能有 因為其實你見到OP他有幾個教士 應該都會再講 我想純粹是教廷的方面 教廷內部的事情 即是不會關於政治問題 是中教廷問題 政教合一的 很難說的 無論法國和英國都好 軍權神獸 軍權的任免是由教廷去賦予的 如果不是 就算你有這個承繼權 不獲得教廷的承認 你都只不過是沒有一個實名 你可能有實權 但是你沒有實名 這套作品其實真的算是有趣的 我覺得可以一系 而且作畫的穩定性是很高的 其實有點像七元序那位作者的畫風 我知道那個動畫不是漫畫 他原作 他有點像七元序 零木是零木的作畫 這個就是題外話 不是說星幽近 你一粒人之之 之前配Campion 神神死 對 又是個發孝女 那現在這邊又是猛魔 有一張國歌好像不是發孝 不過算了 不是發孝 但是主動一點 所以如果你喜歡看這個星幽近 那又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老實說 以一套講魔法的戰爭作品來講 他 不差 起碼比起四天王來講 我覺得這套東西 是好很多 我能夠被我接受的 不是生妹的很大 對 好了 這一套就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